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文安 欢迎又来到我的多肉花园 多肉植物大概有上万种 真的我们要一一介绍多肉植物 真的是介绍不完 那今天我要介绍 这款多肉叫做 鸡心美人 鸡呢在日本里面就是 妖鸡的鸡就是小的意思 那顾名思义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多肉 一定是长得很小巧很可爱 就是它啦 鸡心美人 这一款不是大鸡心美人 它就是正常的 就叫鸡心美人 然后呢 你看我的 两款的长相不太一样 这一款已经土长了 所以你看它 叶子中间呢 的间距非常的大 然后呢这个是 就是日晒光照很足够 所以呢它就长得很密实 然后它们要出色的状态下呢 由红色变成紫色 所以呢基本上我这一款还是不太够的 所以我们要再慢慢晒它 然后呢 再来更漂亮就是这个 它们也是同样一个 你看到前面这个 色差也不一样 然后大小也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 就是日照是最 最足够的 所以它叶跟叶片之间 非常非常的紧实 密实 好啦 我们今天就想 来把我的这个 鸡心美人好好的照顾它 我今天准备的花器就是它 很可爱的一只小母鸡 那我们要把我们的鸡心美人 种在它里面 然后让它天天日晒 变成淡紫色的哦 那我们现在鸡心 鸡心美人已经把它全部种上去了 当然刚种上去的时候 一定看起来没那么漂亮 就有点杂乱无章的样子 但是等到一个月后 它就会慢慢一直长出来 然后垂掉 所以呢我觉得 选花器也是挺重要 像这一只这么可爱 然后我们就种起来就特别的 可爱 所以呢 花器呢就看个人 每个人选择 然后你种在不同的植物上面 会显现不出不同的艺术的感觉 好啦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那喜欢我的节目 请按赞 订阅并分享哦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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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